周朝是中国历史上继商朝之后的王朝,它可分为西周与东周两个时期 周原意是一个发达的农业区的美称,周人早期居住于积水一带 在商朝中期,周族牵制了陕西巡异 因为犬戎的逼迫,约在商王无以时期,周人牵制了经陕西旗山一带 从此周国稳定发展起来 周国与商朝的关系可能早在商王武丁时双方就有了战事 但周最后成为商朝的蜀国,周国对外扩展是从纪律开始的 纪律趁商朝国力衰退,周侯接返的时期,持续向陕南进南发展 不久,商王文丁感受到了周国的威胁,最后杀害了纪律 纪律的长子姬昌继位后,商王帝乙为了安抚姬昌,就把妹妹嫁给了他 到了商周王初期,姬昌被立为周侯,与九侯厄侯,并立为商朝的三宫 不久,商周王将九侯厄侯杀害,姬昌则被囚禁起来 过了一段时间,他被救赎出来,后来他被商周王授予征讨西方的权利,即为西伯昌 他返回周国后,团结贵族与国人,礼贤下士,他制定了管制奴隶的法律 为了避免再与商朝直接冲突,西伯昌采取了团结友邦,孤立商朝的方针 此时,周国被誉为三分天下有其二 正当他准备大会诸侯进去商都之际,他与迁都隔年离世,其次激发即位,号周武王 当时商朝混乱,商朝对外虽然屡战屡胜,但是淮水之战消耗了过多的国力,构成周国灭伤的条件 武王十一年,周武王开启了武王伐咒,以吕尚为太师,率周国六师出兵同关 与西伯侯会师,史称蒙军之势,周武王趁商朝阻力上与东夷作战之席 率领联军东征商朝首都,隔年周师袭击驻守穆野的商军,即穆野之战 商朝面对着周军的突袭,只能以奴隶组成的临时军队应战 虽然商军奋力作战,周师还是攻入了商朝的首都,商王于露台自焚而死 商朝灭亡,周朝建立 周武王灭商后,周武王自迁小国,征服商朝称是元治天明,并且安抚庞大的商朝移民于蜀国 告诫虚听从周的命令,他控制关东,建立了封建制度,大方忠实功臣于东方 他分割殷商为三个地区,昭阁以北由霍苏监管,昭阁以南由菜苏渡监管,昭阁以东由滚苏仙监管,为了安抚商人 他封,商朝王之子武庚于昭阁,周武王力图安定关东,但是殷商地区依旧动荡不安,使他十分焦虑 不久周武王去世,由他幼子继位,号周承王 此时天下出定,周承王尚未成年,掌握大权的是周公弹 管书仙与蔡苏渡等人对周公弹深感不满,武庚为了复国,就与他们联手,并且号召东方方国发动反周战争,此称三间之乱 周公弹面对着叛乱,先采取分化瓦解策略,最终用三年时间平定了叛乱 之后,周朝的势力总算稳定下来,奠定了周朝创业的基础 三间之乱后,周公弹将参与叛乱的商人,与殷商贵族强牵制洛邑,与周明融合 洛邑成为周朝东方政治与军事中心 承王亲政后大风诸侯,还命周公东征,兵协礼乐,加强西周王朝的统治 承王与其子周康王统治期间,社会安定,百姓和睦,被誉为承康之治 到了周康王之时,周昭王时,两次大规模南征,周朝将域扩展到了汗水流域 昭王十九年,他丧失周国六支,死于汗水之中 传说他所作船为交船,行至水中,交集 还有说法是周朝王渡汗水时,可能遇袭,使扶桥败坏,溺水而亡 总之,这次战争十分激烈,后来周人都不愿意再说此事 周斯北返后,其子继位,即周穆王 据《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喜好有力,他自立于向东南发展 他通过巡游与征战,使许多方国部落归顺于周的统治 周穆王浩大喜功,向四方征战不休 今本《逐书年记》在周穆王十二年,他率军牺牲犬荣 但徐国于隔年袭击落水一带,周穆王紧急反思 最后率领楚国攻克了徐国,十七年周穆王二度牺牲犬荣,牵犬荣于太原 后来这些事情演变成《穆天子传》 西周从周贡王开始国事建衰,《逐书记》年记载周翊王元年 在一天内接连两次出现天亮的现象 当时在陕西华县的郑国一带,可见到这个奇景 之后,周翊王便有迁都打算,由浩京迁到全秋为新都 周翊王时,南夷等方国入侵周朝东土翊王去世后 翊王的兄弟篡位,号周孝王 孝王继位后试图复兴周朝,但是孝王在位时间不长 周翊王太子虽患有身疾,但仍受诸侯拥历,号周翊王 周翊王继位之初,不敢承认周王的地位,比诸侯大 他听从季侯的密报,烹杀了疑似荒淫的齐哀公 此时周朝由于过度的分封,贵族势力膨胀,景天自开始崩溃 周翊王死后,由他的儿子周历王继承王位 历王在位期间重用奸臣奴役百姓,周历王贪财好利千方百计的搜刮人民 周历王虽然在征服南方火的大商,但周国国力逐渐罚馈 不久,宠臣教说周历王对山林川折的物产实行垄断 不准平民进入山林川折谋生,周历王指大臣的规劝和平民的反对不顾 推行了专利政策,平民被断了生路怨生使其纷纷咒骂 周历王又派了一个宁臣奸持百姓,将许多不满专利的百姓杀死 后来连不少没有发生过怨言的百姓也被杀死,历王的高压政策 使得亲人、熟人在路上遇到,都不敢互相打招呼,只能以眼神示意 周历王得意扬扬地说:"我有办法叫百姓不敢诽谤我!" 大臣招募公劝解说:"这样堵住人民的水就像堵住一条河 河一旦绝口,要造成灭顶之灾,人民的水被堵住了带来的危害 远胜于河水,治水要采用疏通的方法 治民要让天下人畅所欲言,然后采纳其中最好的建议 周历王听了不以为然地说:"我是堂堂的天子,那些无知的渔民只能听从我的命令,怎么能让他们随便议论?" 周历王的暴圣使得国人忍无可忍 公元前841年的一天,都城市郊的国人自发地集结起来,手持木棍农具做武器 从四面八方扑向了都城的王宫,要向周历王讨回血赛 周历王听到由远而近的愤怒的呼喊声,盲命令调兵镇压 可是竟没有士兵肯听从他的命令 陈下回答说:"我们周朝御兵于农,所有士兵都出身于农民 而且周朝的士兵都是由农民供养的,现在连农民都已经暴动了 周历王这才知道大火临头,匆忙带着宫卷,步行逃出了都城 国人攻进了王宫,没有找到周历王,转而寻找太子姓 周历公将太子藏了起来,国人围住周历公家,要周历公交出太子 周历公被迫用自己的儿子冒充太子,国人杀死周历公之子,太子得以幸免于难 都城中的平民在大臣周定公、招母公的吉利劝解下,终于平息了 此时,周定公和招母公根据贵族们的推举暂时代理政治,重要的政务由六亲合议 这种体制称为共和 另一种说法是由共国国君、共伯和代行天子使务 实称周朝共和或共和行政 共和元年继公元前841年,中国历史从这一年开始有了明确且连续不断的帝王纪年 公元前828年,周历王去世,太子继位,号周宣王 周宣王继位时,历经周历王统治下的西州王朝励志败坏,百姓散离 周宣王于是下令,修复公使广进建延,安顿百姓,修缠武器 不久他陆续发动了对周边不足的战争,使衰落的周王氏的权威得到了恢复 此称宣王中兴 周幽王一系列的对外用兵使得周王朝一度呈现四方祭平,王国孰定的局面 但因为连年征战消耗了国力,加剧了西周王朝社会的危机 加上周宣王晚年独断尊行,不禁忠言,滥杀大臣 宣王中兴,组成昙花一现,公元前782年周宣王去世,其子继位,号周幽王 周幽王时期,西州走向了瓦解崩溃 幽王二年,关东发生了大地震,迷西德人认为是周朝灭亡的征兆 幽王三年,周幽王讨伐包国获得包式,不久他怀孕,生下了一个儿子伯福 于是周幽王废太子,依旧立包式的儿子伯福做太子,周幽王废立太子之时,将西周推向了深渊 不久依旧投奔西深国,身后联合征国与西荣拥护移旧 周幽王于隔年出兵讨伐西深国,最后周幽王兵败,公元前771年浩金陷落西周灭亡 周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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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幽王